作者 程久 后期 鬼不语 第245集 是的 一屋子人 满满一屋子人 除了宫里派来的太医 太监 医女 还有天舞公主的侍女 先前天舞公主中毒 皇上宣纪云开进宫为天舞公主解毒 萧九安以纪云开病重为由拒绝 并向皇上讨要了两个太医 当时皇上没有给 天舞公主也没有经历过问这事 这不 养了两天 天舞公主来了精神 便过问了这件事 并让芙蓉收拾了一大堆礼物 说是要送给纪云开的 天舞公主此举光明正大 且有嗜好之意 皇上要是执意拒绝 就会显得心虚 是以皇上不仅无法拒绝 还要把太医派来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燕北王府 事先并没有打招呼 燕北王府的人并不知 但宫里来的人他们也不能拒之门外 将人请进了 请示萧九安后 管事想把捧着礼物的宫女留下 只让太医带着衣女和天舞公主的侍女芙蓉一同去纪云开的院子 却在芙蓉的再三请求下 不得不让宫女捧着礼物站在院外等 可就这样 进屋给纪云开探病的人也有六人 再加上纪云开院内的四个侍女 一间屋子足足占了十人 这还不算他这个躺在床上的 纪云开觉得呼吸都不顺畅 事先管事让人来通知了一声 但并不是要纪云开装病 在管事的眼中 他们王妃比病重的人还要虚弱 哪里需要装扮 管事此举只是尊重纪云开 纪云开得知前因后果 愣了一下 然后任命地起来接客 先让太医上前诊治 太医是皇上的人 不需要事先沟通 就怎么严重怎么说 只把纪云开说得病入膏肓 没有救了 要不是纪云开自己懂医术 真的会被太医们吓死 什么叫晶圆耗尽 伤了元气 损了精血 什么叫体寒废墟 于阳寿有碍 什么叫欲结于心 命不久矣 他就是异能透支了 至于说得这么可怕吗 好像下一秒他就会死掉一样 太医整完 一脸凝重的道 王妻 你需要静养 如果可以 最好去城外的温泉庄子休养一年半载 京城的冬天太寒冷 王妃你的身子待在京中 怕是守不住 太医的诊断还真没有夸大其词 纪云开易能透支 在太医看来就是精气耗尽 看纪云开脸色白的 真的是一点血色也没有 连毛细血管都能看清楚了 就他现在的样子 不用诊也知病得很严重 多谢提醒 我会记住的 纪云开咳了两声 更显虚弱了 太医整完就去外庭写药方 把药女和太监也带走了 一瞬间就少了五人 屋内的空气都清新了 纪云开还来不及享受新鲜空气 天舞公主的侍女芙蓉就上前了 奴婢给王妃请安 王妃万福 免礼 纪云开有气无力地道 神情奄奄的 一副不愿意搭理的样子 芙蓉却不理会 抬头直愣愣地看着纪云开 似乎要从纪云开脸上看出装病的痕迹 可是 只看一眼就被纪云开喝住了 大胆的奴才 谁给了你胆子让你盯着本王妃看的 乃人 张嘴 普通 芙蓉反应极快 立刻跪下请罪 奴婢失礼 见王妃美若天人 一死失神 请王妃责罚 纪云开脸上的黑斑被面具挡住了 此时的她 虽病弱 可却不见东方第一美人的疯子 天舞公主的侍女 果然会说话 纪云开唇角微微上扬 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摆了摆手 示意暖冬退下 却没有叫芙蓉起身 仗势欺人也要有水平 她一向不是野蛮人 简单粗暴地打打杀杀 不是她的风格 也不符合美学 天舞公主不就是想来看看 她是真病还是假病吗 真是小心眼的女人 王妃 我们公主准备了礼物送给你 说是要亲自送到你手中 芙蓉依旧跪着 却不卑不亢 什么礼物 拿上来吧 黄鼠狼给鸡拜年 能安好心吗 请王妃稍后 奴婢这就让人送进来 芙蓉借机起身 继云开漠然不语 唇角含笑 暖冬 丝旗四人各丝旗直 看似如同木头桩子一样 可却一直注意着芙蓉的一举一动 一旦她有异动 暖冬和丝旗四人 就会出手 很快就有两个宫女 跟在芙蓉身后走了进来 两人手上抬着一个紫檀木的小箱子 外表十分精致 一看就是好东西 芙蓉打了个手势 示意宫女抬着箱子上前 请王妃亲起 两个侍女捧着箱子 跪在继云开面前 继云开看着盒子 却没有动 暖冬见状 上前就要接过箱子 这东西交给奴婢就好 可她一动就被芙蓉挡住了 这是我们公主特意给王妃准备的礼物啊 王妃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吗 明显 这箱子里的礼物有问题 芙蓉这是要积极云开开箱子 暖冬见状 给对面的思琪使了个眼色 思琪立刻上前道 我们王妃是什么身份 哪需要亲自开礼物 这种粗活 自然是我们这些下人来办 思琪上前 就要接过宫女手中的小箱子 可她刚一动 就先捧着箱子的宫女手一抖 手中的箱子便侧翻 打开了 萧她 一道青色的身影从箱子里飞出 朝寄云开扑去 蛇 蛇 思琪离得最近 见状立刻扑了过去 可那两个宫女反应极快 第一时间将思琪和她身旁的入画给撞开了 王妃 小心 暖冬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一把撞开芙蓉就要跑过去 可一动就听到季云开道 暖冬 往左跑 暖冬本能地听令 一双眼却死死地看着季云开 生怕季云开有什么闪失 然后她就看到 看到他们家王妃徒手抓住了那条蛇 暖冬整个人都惊呆了 可不等她惊呼出声 就见季云开抬手一掷 将手中的手腕粗细的青蛇 置向她身旁的芙蓉 啊 青蛇扑在芙蓉的脸上 暖冬只听到一声尖锐的惨叫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